為何你們D.A.J.英 做情歌這麼受歡迎 會否反過來我們做噴歌很困難 組樂隊是為了開心 最初是為自己開心 然後發覺其實也是為周邊的人開心 和樂迷開心 玩自己的歌 可以有自己的演唱會 他有自己的演唱片 到今天一天都是這個信念 其實很老套地說 但真的就是為了多做一些回憶 因為D.A.J.英 之前五位成員 大家已經改變了姿勢 我是比較厚一點才加入他們 我覺得到現在 我有很多回憶帶走 其實我們幾個人走來一隊樂隊 他是想玩少許美式舞蹈 感覺上香港是比較跟英倫風的搖滾 所以很少人喜歡玩美式的搖滾 美式的舞蹈 幾個剛好都不算喜歡這類型的音樂 我們走在一起想做一些東西 能否有廣東話的美式舞蹈 因為這樣而創作這類樂隊 會不會有時是現實就是這樣 例如做舞蹈的歌曲 好像反應還未如是那麼理想 對 會不會有時也挺不開心 要釋懷 你用了多久去釋懷 沒有的 其實我們真的加了很多年 其實我們跳舞歌多於情歌 你覺得為何你們D.A.J.英 做情歌那麼受歡迎 沒想過 會否反過來做噴歌很難 我真的有想過 其實我們… 本來是你要唱情歌 你別以為自己厲害 我再玩其他怪物才行 但他甚麼時候開始真的感覺到 原來情歌是成功的 我記得第一次已經成功 我記得當時是… 別說話… 我們玩了很久的舞蹈 第一次唱一首比較慢的情歌 而上台時 觀眾的反應是第一次 我感覺到甚麼是 觀眾跟我們大合唱 我到今天也很難忘這個畫面 因為少友合唱情歌是人快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情歌 只不過焦點是無可避免 不去你住第一人的一段時間 才… 爆發出來 這首歌是我們第一首 最多共鳴的歌 而且還要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一件事 我記得這首歌推出時 有很多負面的說話 這首歌真的不行 哥哥的名字那麼長 哥哥的名字那麼長 很老套 這首歌是90年代嗎 最深刻的是 剛好那首歌派的時候 我有一個旅行飛走了兩、三個星期 怎麼了 我去了求婚 對不起 很厲害 難怪我忘記了 然後… 我們剛好有一個唱片公司的學校旅行 我們去了一間大學 然後… 那次算是我們第一次唱 開聲唱第一句已經全場 到成… 我沒試過整身唱著首歌的無本動 嗯 幾度以後 現在… 他說現在我們成功了 我覺得你們更加多元化了 好像2018年 特意做了很多電子口味重的音樂 2019年就更加玩了一個叫時限項項項 即玩五、六、七、八、九十年代的作品 懷舊歌 但又好像不是特意做這個項項 而做出來的歌 是一早那麼多年 慢慢生出來的歌已經一早有了 很有趣 好像2084是80年代的情歌 其實我記得我作曲時 有人開過電子琴 按錯了一個按鈕 變成一個80年代的那些… 那些聲音,不是鋼琴 所以我覺得很搞笑 就即場作了一首,我覺得很搞笑 因為我一直在作笑 搞笑之餘 但其實我們混音時 跟混音師讀得很清楚 我不想在笑任何這些年代 想像現代的樂隊 用現代的儀器去製作這個 那混音師就有很多東西做得精準一點 有一首90年代的,是阿Tim作的 他當時作的,他以為是… 他覺得好像一首很現代的樂歌 但我們每個人都會聽到,我會說 你怎麼這麼久 這麼久… 這麼久… 你才是90年代的作家 可能當時很輕 可能很久了 但他讓我們聽到是多激 即是在兩年前 我可能想著自己… 我們幾個做一些音樂出來 可能只是想著節儀而已 但誰知道原來慢慢聽回答案 原來我們的歌曲 是慢慢記錄到大家的故事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玩了一場表演 然後有個很高大、大份的男士走過來 大隻的男士走過來 然後他問我們可否跟我女朋友拍照 看一看他的眼睛 我兒子在流眼淚 真的… 我是一個這麼大份男人 然後就流眼淚 然後他和女朋友都在哭 然後跟我們說 他說你們的三部曲 所有東西都記錄了我們愛情的經歷 就說很感謝你們弄了這首歌 去記錄了他們的故事 那一刻我們聽到真是… 我們一開始覺得你為何哭不下 到頭來最後其實是… 找到了我們做歌曲的力量 我永遠都覺得 我們這隊樂隊不是談戀最厲害的 坦白說 我們每個都要非凡的樂手 我覺得不是這幾個 說真的,我覺得可以的 但… 是大家最有心走在一起的一群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稱兄道弟 但當他自己有機會去… 可能有工作的話 可能他會選擇自己的工作 但我覺得這對樂隊很特別的 就是最大的承諾 真的對大家兄弟的承諾 是我不會離開你 就是會離開這對樂隊 我覺得這對樂隊有這件事 我會很溫暖的感覺 我們四個人口頭上的合約 就是我們要做這件事做到死為止 又在你們的hã子 請你們加入新的財政 賺來… 伴一下新的財政 objectively… …